投资界获悉 杭州李卫可科技有限公司显示发生股东变更 新增字节跳动关联公司 北京量子跃动科技有限公司 今天公司方面正式确认 本轮为李卫可首轮融资 由李卫可 这个有限陌生的名字正是一个虚拟女生 她由原阿里巴巴工智能实验室 智能终端负责人如意打造 公司成立于2021年10月 打造了名为李卫可的AR科技潮牌及同名虚拟IP形象 我们要把李卫可打造成中国第一个 让我们的AR眼镜不仅有美丽的颜值 更有诱趣的灵魂 主创团队表示 这是字节跳动在AI虚拟赛道的又一次出手 此前 字节跳动曾全资入股拥有虚拟偶像团体 ASO著作权的公司 收购VR创业公司Pico 布局AI虚拟交互的上下游 这一笔笔投资背后 是虚拟人大军正在迎来大爆发 无论是最新刷屏的万科年度最佳新人崔小畔 还是一叶涨粉百万的柳叶熙 他们正在走进真实的人类世界 成立两个月就拿下字节跳动投资 离未可离不开一位技术大牛如意 时间回到2005年 如意进入摩托罗拉 开始中国第一代智能手机的研发工作 参与研发了中国第一款销量上百万的智能手机产品 明明 2007年 他在一次去美国出差接触到了iPhone 敏锐地觉得这将会颠覆整个手机行业 2009年 如意进入波斯通讯工作 带领团队参与了iPhone手机操作系统开发 这是中国第一个安卓定制开发系统 并带领团队支持了摩托罗拉 三星 来奥G 联想 中兴 华为等手机厂商进入安卓智能手机市场 可以说 如意是中国最早一批进行安卓系统开发的工程师之一 其中2015年发生的一件事带给如意很大触动 那便是AlphaGo打败李世时 这件事让他意识到 人工智能一定是智能硬件背后的基石 与此同时 如意接到了阿里的工作邀请 他为此思考许久 当时一个朋友和他说 你不应该放弃阿里的机会 因为阿里有中国杰出的AI科学家团队 在那里 你可以落地AI到智能硬件上 做出用户喜欢的AI智能产品 于是 如意离开小米 在2016年5月加入阿里 期间 如意开始负责硬件产品工作 积极布局人工智能硬件产品 2017年打造了阿里第一款 人工智能语音音箱 天猫精灵X1 截至2021年8月 天猫精灵销售超过3000万 成为中国销量第一的智能音箱 直到2021年初 机会来了 他发现随着CG技术的成熟 虚拟数字人的技术门槛大大降低 同年10月 杭州李卫可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如意集结了一支来自阿里 小米 华为等多家科技大厂的技术精英 打造了一个名为李卫可的AR 科技潮牌及同名虚拟IP形象 为了给他注入更有趣的灵魂 主创团队在抖音和小红书等平台 以视频内容的方式 让李卫可金句频出 甚至还单独在B站开辟了李卫可的视频 幻聚 卫可位 作为超写实的虚拟数字人 李卫可借助内容的手段 构建出自己的立体人设 但他更重要的落地场景 是以AI人的身份出现在AI眼镜中 与用户进行交互 在如意看来 我们不能做到无所不能 但我们可以在有限的场景下 最大程度地实现虚拟IP和人类的情感链接 公司刚成立 这个团队就进入了字节跳动的视线之内 一位接近此次投资的人士对投资界透露 如意在阿里工作时在业内就享有一定名气 字节跳动团队早早就注意到了他 其实双方也有共同好友 李卫可最初主要以抖音作为宣传渠道 双方之间的了解还是比较深入 经过多次接触之后 出于对AI加AR模式的看好 谈及这笔投资 如意认为 投资人和创始团队是个双向选择的过程 字节跳动对于我们创业的理念和团队的认可 是第一重要因素 对于创业者而言 投资人的支持十分重要 我们双方对于这件事的理解达成了默契 所以字节跳动很快决定了这一轮投资 实际上 字节跳动早已悄悄杀入AI虚拟赛道 早在2021大年初一 由字节跳动旗下的火山引擎打造的虚拟人物 卡诺城亮相北京台春晚 据悉 该技术以对外提供服务 火山引擎的数字人与虚拟形象的产品级服务 可定制各类虚拟人物形象 打造出虚拟主播 虚拟偶像代言人 虚拟教师等创新互动场景 乐华娱乐旗下除了多位知名艺人之外 还拥有一支虚拟偶像团体ASO 分别为向婉、贝拉、佳乐、佳然和乃琳 五位二次元偶像的背后 有五位真实的女生作为动作捕捉的对象 活跃在直播间里 几乎同一时间 字节跳动全资子公司北京游艺科技有限公司 入股了拥有ASO著作权的杭州看潮信息 咨询有限公司 换句话说 ASO现在同属字节和乐华 字节跳动负责提供技术支持 乐华娱乐提供演员 以及内容运营等方面的支持 紧接着在8月 VR赛道国内近年最大一笔收购案 诞生了VR创业公司Pico 发出全员信 披露该公司被字节跳动收购 不过并没有透露交易金额 有报道称这一笔收购达到几十亿元的量级 可谓天价 2015年 正值国内VR开始爆发 它创立了Pico 专注于VR一体机 多年下来 Pico一跃成为国内领先的VR硬件制造商 甚至在全球市场份额达到第三 如今 Pico也开始为培训 医疗 展览展示等行业客户打造VR解决方案 想必这也是被字节跳动看中的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 字节跳动打造的沉浸式虚拟社交平台Pixel 也在东南亚地区上线 数据显示 Pixel自去年9月初于Google Play上架 从公开披露的产品细节来看 Pixel目前提供两个高清特效 其中之一便是Avatar Avatar指的是 能将用户的照片转变为相应的3D形象 也可塑造成电子游戏中的虚拟角色 简而言之 Pixel可以帮助用户打造个性化的虚拟形象 并用于社交 Pixel应用说明也显示 你可以把自己变成很酷的虚拟人物 并与你的家人分享 至此 字节跳动在AI虚拟赛道的布局全面而又细分 既包括虚拟偶像 也有虚拟现实硬件 还有虚拟内容产品 正如一位知情人士对投资界透露 虽然元宇宙迎来所谓的爆发元年 但字节跳动不会去碰 他们更多的目光 仿佛一夜之间 一个个虚拟人集体站上了舞台中央 最新的一幕 是发生在了刚刚过去的跨年夜 在12月31日晚各个主流频道的跨年晚会中 大家不约而同 把虚拟人作为了节目的全新亮点 没错 当天的各类晚会和元旦假期都被虚拟人罢评了 虚拟偶像在江苏卫视同台演出 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真人的数字鸾声 还原邓丽君形象及音色的虚拟人 同台合唱小城故事 漫步人生路和大鱼 这样传奇的时刻虚实的结合 使得江苏卫视成为首个收视率破三的频道 在东方卫视 与自己的数字鸾声形象同台 虚拟形象举办了跨年演唱会 B站又全新推出了虚拟偶像女团 1月1日 湖南卫视你好 星期六虚拟亮相 成为国内首个常驻 且人格化培养的虚拟主持人 但这并不是仅仅是一个漂亮的形象 而是一名真正的员工在亮相前 他已经在万科财务部悄悄工作了十个月 催办的预付应收余期单据 核销率高达91.44% 知乎中曾有一个帖子 提问洛天一会被邀请上春晚吗? 那是2018年 相信很多人都并不认识洛天一 也未曾预料 他会在被称为虚拟偶像元年的2020年 如此火热 此外 虚拟偶像鼻祖初音未来 也入驻淘宝直播 人气以百万的速度飙升 去年 抖音里一个会捉腰的虚拟美妆达人 博主柳叶熙发布了自己的首个短视频 一夜爆火获赞200多万 稀粉超130万 如今 柳叶熙的抖音账号粉丝 已经高达829万 更令人惊讶的是 Bose宣布抄写时数字人AAI成为品牌首席 消灶体验官兰芝 邀请当红人气男虚拟人川Train担任潮流体验官 中学高推出特邀品鉴官阿喜Angie 屈臣氏推出屈臣熙Wilson来势汹汹 虚拟偶像 永不塌房 这也是为什么 如今虚拟代言人已然成为一种新的潮流 当现实中的偶像图有其表 虚拟偶像却可以凭借更多的技能 更大程度上满足用户的需求 在经历了连续三年超50%的增长率后 2020年中国虚拟偶像核心市场规模 达34.6亿元 带动周边市场规模645.6亿元 而这两组数据预计在2021年都将增长 70% 分别达到62.2亿元和1074.9亿元 元宇宙未至 虚拟人先行 业内一个较为普遍的共识室 此时此刻 还有无数的虚拟人正在诞生 他们正在一点点改变着现实世界 未来人类世界将会是怎样呢 还有多少科幻的一幕幕上演 我们拭目以待